收看上街关心台风的欢迎新闻 下来文显国秀为特别庆祝118周年的好客 所以特别在在运动会进场 来到当地300年历史的甲南亚厅 尽管点幸福技术 还先也用婚改端接着的方式 将这幸福就接回去好好 希望透过这种做法 让小朋友可以见到食材当地忠告文化 也祈求这次的好客观党可以永远成功 塞里文显国秀今天担任学生小孩 前往当地有300年历史的甲南亚厅 为188周年的好客观党 进行点信费的仪式 学生也分配将信费再回去好好 我们透过这一个圣火传递 从我们建庙300年的甲南亚厅来这里 做这个圣火的引燃 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有认识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这个宗教和庙宇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区的圣火 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也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跟我们的社区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和认识 可以藏务这次赢信费多年 学生小孩虽然很紧张 但是也很高兴 也记得自己在命里 运动会可以成立最好的心结 这是第一次被老师选上 在路上拿着火把在那里跑步 这一种感觉是第一次 是蛮开心的 跑圣火是老师挑我们出来 然后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紧张 但是又很开心 最后一次的运动会 我觉得真的很兴奋 因为毕竟国小最后一次 希望明天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除了运动会以外 今年校风也夹和李董姐 高大基盘红游会 这次跟特别邀请的官来 六近学校再会来参加 在3月31号特别邀请了文兴国小 广兴国小 安宁国小 大兴国小 以及口湖的鼎湖国小 共同来 主办这一次的庆祝儿童节的 园游会的活动 那我相信那一天应该会有很多的 各校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 以及我们社区的家长 共同来参与 这家和新孩子一步一步 将信费团回去学校 除了宣传这家学校 也跟丁明来分享学校快乐 有个劳力的气氛 记者刷兄弟 请不吝点赞